赛家来赛露营 露营是近年最夯的休闲活动 皮诺县政府特别规划 爱上185就是要露营活动 今天邀请佩可的学校在 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展示营地特色 包括铜腕 传统工艺 自然生态 体验原住民文化等 要让民众感受不同的露营乐趣 赛家传统以来 就是在射箭 传统射箭的部分 推行得非常好 那我们也让来露营的伙伴们 朋友们一起来体验我们传统的射箭 那还有我们这边有 我们传统的琉璃族的台高桥铜腕 以及也有儿童玩的射箭的铜腕 我们青夜最棒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会说故事的围墙 也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围墙 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丰功伟业 那青夜的歌谣是非常的有名 我们在今年七月岁有去意大利演出 所以如果你在青夜部落录影的话 你会听到很好的 很优美的卢凯族的歌声 屏东县长潘孟安表示 屏东185县道 连接高树 马家 三地门 泰武等乡镇 蕴含丰富自然 人文景观 为了提供陆有更多优质露营场地 县补以185县道沿线学校作为露营场域 兴建领域 厕所 停车空间 充实营区设备 提供友善露营环境 共同的特点 热情以外 就是这个文化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特别把这个衣报县道串起 从现有的学校 露营的基地的建构 到废弃的学校 或是闲置的空间 用工部门导入 在农入让社区 甚至部落里面 尤其在这个农村再生的社区里面 导入这样工部门的资源 从文化 产业 包括观光 生态 旅游 让大家都可以共同 来享用这185县 爱上185就是要露营活动 将于12月16日 在高树乡新丰国校 三地门乡青业国校 赛家国校 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 及泰武乡泰武国校 加新分校露营场地同步进行 同时结合三地门乡马儿露营场 潮州镇伦川分校露营场 及冒馆处赛家营地 邀请全国民众来一趟深度自然生态 部落人文旅游 体验不同的露营乐趣 即日起开放民众向各露营场报名 报名费最低500元 相关资讯可上屏东县府网站查询 评订阅新闻文章为刘建荣采访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